《何摩的番外篇》 《楊潮海、王健東全裸上賺》 鄧珮宜《楊潮海、王健東》 前晚出席網劇《何摩的番外篇》 首部曲的首映儀式 至於《何摩的番外篇》和《口碑》都很理想 豬肉在前,問他們會否覺得很有壓力 鄧珮宜說做任何事都不會有壓力 家印盡力去做就不會想那麼多 直言對這部劇很有信心 至於男主角《楊潮海》 就說兩套是不同的劇種 內容都沒有關連 希望各位觀眾不要拿來比較 另外問到兩位男主角 劇中有沒有大膽的演出 楊潮海和王健東就說 她真的很大膽 她真的很大膽 不是啊 穿著一條帽子的女孩 就跟潮海一起傳播 潮海是很fit的 但我拍攝那天早上就有吃清一點 人們經常看到就說 哇 王健東現在像這樣 不是很好笑的 阿東是在三個月前 我們之後要脫衣 我就說我們要保持一保持 那就好 對 我要減肥 在三個月內 如是姐今天繼續拍 然後到脫衣那天 咦 阿東為何好像 那個城... 成功了 對 是不是有的 不是很明顯 不是 我很辛苦的了 今天之前我已經不吃東西 很辛苦 我決定因為潮海是男主角 所以我決定把最美的交給她 你也是男主角 我就是犧牲自己 還要儲備自己 是 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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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兩個 來